有的朋友想知道上期视频我是怎样接线怎样测试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别的品牌调节也类似 主要是你要看一下它那个说明书 大同小异 这是老款的说明书 这是新款的 它俩内容几乎一样 只需要调节这几个方面 这是我以前调的时候记录的 这个是设定压力 肯定到时候要调 P03 蹦工作模式 选择6 然后这个传感器零点校整 这个调一下 其他不用调 这个接线图和这个角位啥都是一样的 操作说明也类似 按键这个有点区别 有点区别 我是这样操作的 首先 LN灵火线 这个要通上电 也就是这里 接上灵火线 678 三个角 这678 接上一个电位器 现场要接远传压力表 不接的话会爆过账 咱们不接试一下 我通电 看 爆这个120 表示数据错误或传感器断线 然后用个万用表测量这个1112角 这两个角呢 就是给变频器一个信号 零到10伏的电压 随着电压的升高呢 它这个频率也会增加 接好了 这是电位器 然后这两个夹子呢 是接的万用表 咱们把它P03调成6 按这个设置键三秒 然后呢 P00必须等于18时候才可以调 假如调到19 它所有参数是不可调的 然后按这个翻页键 P01 P01是调节压力的 咱直接把压力把它调到6公斤吧 好 然后P02 P03 P03把它工作模式调成6 设定完之后再按设置 这时候呢 你看 实际压力是1.9 咱设定6 看这边 它在升频率啊 按这个 你看这个频率到50了 10.3伏 然后第二个不该工作了 大概几秒钟之后 大概五秒钟之后 看 一号泵变成公频 然后呢 二号泵马上也变成变频 你看 变成变频 然后呢 这边也是继续频率上升 这个电压跟着上升 现在频率50赫兹了 按这个 回到这个界面了啊 一号泵公频运行 二号泵变频运行 并且变频在50赫兹 假如说 我调节这个电位器 升高压力 看一下啊 咱们把它调到 超过6伏 我拧啊 我这个电位器是1K的电位器啊 看 然后这时候呢 频率在下降 现在已经超过压力了 看到了吗 频率在下降 咱们等一会儿啊 现在二号泵在减速啊 假如频率到0之后呢 压力还是高 它就会把一号泵停掉 现在一号泵红灯 是公频运行 看 现在一号泵停了 这款呢 还有一个不能叫缺点 叫特点吧 这个要注意 假如说啊 P0现在是等于18 这时候呢 你随便按这两个键 它会调这个 它这个数值会变 你看 看 这个最好是把P0调成 18以外的数字 不然的话 谁到那随便一按 把这个数值就压力就改变了 好 把P0改了一个数字 这时候呢 你看 再按 它就没问题了 其他功能咱们就不演示了 因为功能太多了 咱们再演示十个视频 它也演示不完呀 P03 调成6 就是两个泵 是一用一补的模式啊 这个市面上 类似的很多啊 这功能都差不多 另外想知道 这个控制柜的接线啊 工作原理的 它和变频器怎么接线的 可以到今日头条 或者西瓜视频里 翻我这个合集啊 我会把这个视频 放到合集里边 那上面讲的比较详细 那个图都是 我一步一步画出来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